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说 这个外遇一般就是说 法律上叫通奸 这个对或者是错 法宣其实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要不要把 我们现在外遇通奸要不要除罪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犯罪吗 还是它只是一个情感 它是一个犯罪 那你就要把它有刑罚的 它跟杀人气得到一样的 那是不是这样 我们觉得 可能现在蛮多数的意见 我不能说是多数 或多少的多数 其实很多的声音认为 这不应该是一种犯罪 那是一个情感上的问题 有立法院绝对很少会有这种声音 所以你情感上的问题 他意思就是说 你婚姻如果说有一方出现外遇 那情感上的问题 这个婚姻就让他不要维系而已 就离婚就好了 可是大理事有一根问题是 虽然是通奸除罪 但是还有一个所谓 妨碍家庭的问题 一样 通奸就是妨碍家庭的 它是可以相通的吗 一样通奸 一般外界讲妨碍家庭罪 但是现在就我们跑 社会新闻一般来讲 所谓通奸所产生的副作用 就是会影响到家庭 就是我们刚才讲说 比如说杀自己的小孩子 就是案例不是只有这些 不是 这个事情不能算外遇的副作用 我是把它这样解读 就是你外遇之后 因为第一个 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像这个婚姻是已经没办法克服掉说 老公对我这么爱我 但是我突然我竟然外遇 而且生了别人的时候 他老公表现得更爱他 他更惹罪过 所以他才有所谓这样子 心理上 事实上是问题 他讲说有一个生意叫我带她的孩子 他心理状况是不是有忧郁症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目前他的笔录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说 他杀小的时候 他事实上有这个是幻听了 那这可能对他的减刑是有帮助 就这个整个感情上的纠葛来讲 是造成这个悲剧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是 不是这样子吗 不是 他在大学里面教两性 你还讲不是 不是 怎么说 千万在大学里面不要这样敲 我认为是感情人的外遇 可能会造成这样受家庭的悲剧 这是很自然的逻辑 有多少人外遇 有多少人会去杀小孩 我们如果今天拿一个杀小孩的事情 回来讲说外遇有这样的副作用 然后来谴责女人的外遇 这是非常不公平 因为中间有太多其他的事情 才是造成这个悲剧发生 可是他讲的是说 有多少外遇造成 后来出了人命的这样的事情 我是举这个例子 但是后来的环节 后来的环节 如果有很多机会 可以不要发生悲剧 光是外遇 如果没有后来那些环节加上去 不一定会变成那么惨 我最近听到一个案例 我们有一个 我们高雄一个女孩子 嫁到荷兰去 他为了因为 嫁到荷兰去之后 因为那个荷兰老公有家报 然后就跟他肃起离婚 他生了三个小孩子 结果大女儿他自己在养 小儿子养 两个双胞胎的这个女儿就交给他 结果因为这男的设计陷害他说 离婚的监务前他要拿走 他最后他没办法去看这小孩子 心里忧異 忧異叫做什么 把小孩子找出来 三个通通杀掉 类似这样的东西的婚姻 外遇的问题 或者是暴力的倾向 造成的家庭悲剧 有时候是会变成弱势者 女孩子 弱势者 用小孩子的 怎样的一个东西 我干脆把你干掉 或者是我带你走 这样的案例 最近几年是不断的发生 这种东西是什么 就是感情 一般人两性关系 是没办法处理 所造成的悲剧 是 来来 我们先休息一听广告 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 我觉得有点 当然 当然 我觉得他自己心里 好 因为外遇或者感情的纠葛 引发出 就是比如说在跑社会新闻 经常都会先问 情杀 仇杀跟财杀 对不对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是情杀的部分 但是我们回到刚才这个 简女的这个案子 邓医师讲的也有道理说 如果为了要掩饰 这是外遇生的 这个孩子的话 他可以有很多的做法 不必用这么样公开宣告的方式 这个是 是不可想象的 很极端的啦 那也就是说 邓医师你可以告诉我们说 那并不是一个湮灭证据的做法 对 那其实有很多很案件 就是小孩子意外死亡 其实后来发现 其实是母亲或是父亲下的手 对不对 那他会做成看起来像是意外死亡 但是这种一个母亲 把小孩子砍得这么多刀 绝对是精神状况 极度崩溃下座 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容怀疑的 我相信法官会给他安排精神鉴定 一定会看得出来那个状况 所以本来要求处死刑后来改判 对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一直直接说 那个一定是他一个有计划 他是个很可怕凶残的女人 去想要这样一面 我觉得这个就 应该是已经跳了一个很基本的 的尝试没有去想 那我为什么刚刚会说 对 外遇他当然如果不要外遇 就没有这个事情嘛 可是我觉得外遇到这个事情当中 有很多的事情 当它发生在女人的时候 中间这些事情都不被讨论 我们这个新闻出来到现在 我几乎连女孩子男孩子 都没有听到一个人 去想到这中间的原因 那我也知道我要讲这个事情 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女人不需要替他辩护 所以特别还做了板子来 OK 好 那么请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就是说外遇当然是不要最好 对不对 可是外遇也不一定要怀孕啊 对不对 有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 你不会避孕吗 OK 然后怀孕也不一定要把小孩生出来啊 对不对 中子任者 你可以合法人工流产 在我们的优生保健法里面 现在已经不需要先生 田同意书了 需要 现在还需要吗 与依法不得结婚者 法律写的很难听 相间而怀孕者是人工流产 合法的哦 你不是违法的哦 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对优生保健法里面 目前还是认为要丈夫签署同意 所以立宏刚刚讲的是 妇女团体现在一直在争取说 一个婚姻感情好的女人要堕胎 一定会跟先生讨论 你立法去规定 规定到了只是发现这种特例的人 这种特例的人 她可能就是在这些状况下 所以小孩生下来 你在一个婚姻关系中生这个小孩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看到大部分的例子 这样子的女人 这个小姐她婚前就很爱这个男的嘛 所以等于是说她一辈子就是 满喜欢这个男的 简小姐很喜欢吴先生 听说是这样子 所以她这个小孩生下来 其实如果这个男的对她比较没有意思 很多男人在女孩子 就是女生就是像这样已婚女外遇 然后她怀孕大肚子生产 坐月子的时候 外面的男朋友把她甩掉 所以她家里面放的这个 不知道是谁的小孩 然后很怕抱出来不得收拾 而且那个男的如果又对她冷淡 她铁定情绪崩溃嘛 所以我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沒有看我把自己越放越大 就是说她事情越不越大条 可是中间有很多环节 我们是可以去走出来 如果这是一个悲剧的命运 像我们玩大富翁 这是一个命运 你有四次翻机会牌可以逃掉 可是你都没有逃掉 然后最后 其实情绪崩溃她杀因 其实我们在所有精神 鉴定的案例的分析里面 杀因都有自我毁灭的心态 所以其实刚刚郑大哥说 他之前尝试过自杀 我一点都不惊讶 有的是杀了小孩之后 他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去自杀 他没有这样的动作 很多人就会说 那他怎么不真的死 这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他中间他可能有的人杀了小孩 他还想跟亲人说最后一句话 说你看搞成这样了吧 或者有的人就是想做这样 所以在这些东西里面 我觉得如果这些事情 这个案子就是杀小孩的例子 残后杀小孩 然后因为外遇或什么 不是这个才有 每隔几年或者每年几乎都有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说 重点在这边啊 我觉得律师你讲得很好 就是他有好几个地方 他可以有 跳出来的机会 有出口 有出口 可是他一直担心他那个小孩 在怀孕的那个 他日期算一算 他认为是那个 吴先生的 不是他先生的这样 后来去验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是自己先生的 没有是杀了 杀了以后 杀了以后去验嘛 那我的意思就是 他大家就问了 问说他不那么笨 他不会事先去验一下DNA就知道了 一直在情绪崩溃的情况下 我现在要问你的就是说 大家现在事后想说你怎么那么笨 当时你就去验一下DNA 如果是老公的就没事了啊 你就不需要把他杀掉了 验DNA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啊 那要怎么说服老公说这小孩要 为什么要老公 你要验这是不是老公的小孩啊 对啊 为什么需要老公 验DNA需要老公啊 基本上其实当事人 我讲我补充了 其实当事人就可以 就是我认为自己是 可能这小孩子不是老公 那很简单啊 他的毛髮 对啊 两根毛髮 拿到那个林申北路 林申南路那里就回家了 就我们在做这个 哇 这鸡嘛 就是他可以去确定 他的亲子关系嘛 那问题是他敢不敢这么做 或者是他懂不懂这么做 嗯 嗯 嗯